英格的肌肉也被暴涨了,他正走在成为LBC的皮棚路上英格拉姆上个赛季,场均得到16.1分比新秀赛季多出7分,助攻数量则是几乎翻了一番,达到每场3.9次。 这些进步来源于他对自己的要求和刻苦训练,上赛季他从外线冲击到篮下的次数为全队最高,几乎是第二名的两倍,2月份在缺少鲍尔的情况下他以空位的身份首发登场,场均得到18.6分和5.2次助攻,确保了球队在失去球哥的情况下速度没有下降,由此可见他不单单是一名进攻型球员,也可以承担其组织的重任。 他防守端的表现也有所改善,在他7英尺3英寸的臂枕的防守下,对手的投完命中率要比赛季平均值降低3.5%,应该有进步,但是还不够,胡仁在他身上寄予了很大的希望,魔术是约翰逊趁他位队伍中最多才多亿的球员,所以这个夏天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。 夏季他的训练重心,放在了打磨身体上,球队希望他能够为漫长的比赛提高耐草性,并且加强力量。 今天有媒体晒出一张这样的图,如果他真的练成这样子,那大家又要高喊一次胡仁总冠军了。 此外英哥还决定提高自己的投篮水平和控球技术,还记得之前英哥一度成为失踪人口吗?消失在公众视野的他就是去训练,而且是针对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找不同训练师进行专项训练。 近日有一位私人训练师Market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英格拉姆的照片并说,从未见过像英格拉姆天赋这么出色还以长勤奋的年轻球员,他比几乎所有的同龄NBA球员都要更加努力。 下赛季的英哥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位训练师就是去年夏天,帮助奥拉迪波训练的人,M要是我胡英哥能跟奥迪一样苦练后成为进步最快球员,那胡人球迷做梦都会笑醒吧?老战保证了球队的下线,至于能走多远还要靠球队的年轻人,当中英格的作用就非常重要。 话说之前詹姆斯阵营的人都认为英格拉姆能成为LBZ身边的皮棚,倘若英哥能达到皮二爷的水平,那离胡人复兴还会远吗? 95.27%的人都在今日头条看篮球有毒,回复女球迷带你开车带你飞,你懂的,本周回复球星还可获得球星T恤,仅限实名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